等一下斗舞对阵架的第二局 这把起岩三针四 平局的话就直接2比0了 三针四看起岩这里怎么打 因为他带的是一个金身 然后有底牌 第一波过来 找到圆钉 他抓圆钉其实收益没有抓空军来的高 如果这个圆钉是个薄命的 闷个薄命是挺像的 但是如果圆钉没有薄命的话 其实上来抓圆钉对于前来讲节奏一般 一般而且这个金身会一直捏在手里面 就用不掉 空军不可能不太 也不能说不可能 不太会第一波来救 第一波肯定是让有薄命的野人来救 所以说这个金身可能会一直卡在手里面 顶顿 这里圆钉手里面压了一手 不能撑之秒盾 但是也是一手很快的盾 这手盾呢 如果起研是个闪现 你还别说这个盾可能能起到一个不错的效果 这边的话看一下圆钉 把盾顶出来 卡住这个板子 好等盾结束 完成击倒 由于这把求生者这里 他们不一定说我一定要说 征求一个平局2比0带走你 我就算跟你打一个三抓 对吧 你抓我们三个 其实打到第三局 对于吉亚来讲也优势挺大的 所以吉亚这边完全可以求文来 看一下AK卡子哥还真第一波空军过来救人 野人这边可能离得比较远 空军这边第一台机子修完以后呢 正好在找下一台机子的时候 就在这边附近 就近原则 就近原则是数学当中的哪个原则 我记得 过来 那这一波的话你还真别说 这个精神可能就比较舒服了 来飞轮 打一刀就 是英语的 不好意思啊 文盲了 这波原刀顶盾 原刀虽然说精神顶掉了这把枪 但是原刀第一时间拉开 导致这里起言 这一波是好像被拖了非常非常久的一个 时间 哎呦难收啊 这一波的一个26是让起言的胜率大大降低 或者四抓率大大降低 野人 骑猪赶过来 给你压耳鸣 那这个时候得放弃这个原刀了 说实话 这波别说是四抓 他就算想赢 他也得往外 去把这个机子给打到 呃 要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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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机子吧 他这边选择这样子来拦这个野人 甚至有可能出现四人开门站的 救下来 这个机子还行吗 哎不对 这道打动的是野人 打到的是野人 25秒以后技能cd好 这个圆钉要注意啊 这个圆钉野人先帮他掩护掩护 卡个点 不能真四人开门站吧 圆钉顶顿了 完了四人开门站了 真的刚才那波他画上圆钉 我觉得就得去找这个囚徒了 就得去找囚徒了 那这好像要恭喜G2了呀 手里面有传送 一刀 哇 这把这圆钉嘛 六的们也是时间真有点久哎 还没倒 总不能三跑吧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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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